下面呢我们再来看3.9 他说函数F在这个B区间 注意这是有定义 然后K区间是可导 然后他说则下面哪个对 第1个他说FA乘FB小语定 这样就两端点E号 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区间内 至少有一点函数值等于0 这个结能对不对 大家看两端点E号中间有一点函数值等于0 这是谁的哪个定义的结呢 这是零点定义的结能 但是注意零点定义对函数是有要求 什么要求 它是要求这个函数在AB这个区间上是要怎么样 要连续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个函数在这个区间上是不是连续 注意这个地方只是告诉AB有定义 但是K区间可导 K区间可导可以推出K区间内部点上都连续 但是B区连续它不光要求K区间里面点上连续 它还要两个段点连续 它只是最有定义 所以注意这个呢 它不能保证这个函数在 就是说B区有定义 K区可导 不足以保证B区间上是连续的 所以这个结论当然不一定对 那么这种例子呢也很容易举 也很容易举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你看我们这个FX就等于 等于谁 那这个X等于A的时候 左端点我让它就等于负1 右端点我让它就等于正1 就是X等于B的时候 它就等于正1 那这个时候呢 X要大于A 小于B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让它横等于2 横等于2 比如说 你注意我这个函数在AB这个B区间上是有定义的 在这个K区间也是可导的 两个端点的函数值也是一号的 你看它中间有没有零点呢 没有啊 所以它关键这个条件不能确保连续函数零点定义的B区连续这个条件 所以这个结论是不对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地方 比如说 我们来看 先看C啊 这个C C是说FA等于FB的时候 那么中间呢 至少有一点上导数应该等于0 这是谁 这是卢尔定理的结论 但是卢尔定理呢 同样是要求B区连续 开取可导两端点之相等 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它这个条件不足以保证这个B区间连续 所以即使两个端点的函数值相等 也未必能保证这个内部有一点上导数等于0 实际上我们把这个例子可以改造一下 那么这个也取负1 但是中间呢 我们随便改一下 因为它只要中间可导 我改成EX 你像这个函数也是满足AB B区间有定义 开区间可导 两端点直都等于-1 但是它的内部有没有导数等于0的点 没有 主要是不能确保 这个卢尔定理的B区连续这个条件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特别也就顺便强调一下 卢尔定理是三个条件 那么这三个条件 缺一都不足以保证摩尔定理的结论成立 好 那么再来看这个D 说存在一个可C 使得FB减FA等于FEPA可C乘上B减A 这是谁啊 拉格朗日中置定理的结论 但是拉格朗日中置定理对F的要求是 B区连续开区可导 刚才已经两次说到 它这个B区有定义开区可导 不足以保证这个函数在B区连续 所以那这个阶段也就不一定成立 就不一定成立 那所以既然这三个错了 肯定应该是剩下这个对 那剩下这个为什么对 我们再做一个说明 好 也就是说 刚才经过我们分析 这三个都错了 关键是 这三个都需要一个 B区连续这个条件 它给的条件都不足以保证 这个B区连续 但是这个阶段为什么对呢 注意人家这个地方是 它是可C属于AB区间 那么它在这个AB区间上 可是可导的 那所以AB区间每一点上都是连续的 他说可C属于AB X趋向可C的时候 这个极限 注意可C现在是个定值 这个极限等于0 实际上就意味着谁 就意味着这个说 X趋向于可C的时候 FX这个极限要等于谁啊 F可C 如果这个对就行了 但是你注意 这个可C是AB区间里面一个点 由于在这个区间是可导的 所以在这个区间上连续 正因为连续 它在可C这代的极限 当然等于可C这代函数值 既然它的极限等于F可C 那它减F可C这个极限一定等于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B对 实际上这个B对主要是用到了 这个开区上可导 就能推开区连续 既然连续 那这代的极限 就等于这代的函数值 所以你看这个题实际上主要考什么 就是主要考我们的一些重要定理的一些条件 一定要特别熟悉 你看它考到了关于零点定理 考到了罗尔定理 考到了拉格朗日终止定理 但是实际上这个题目给的条件 都不足以保证他们都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必须连续 正因为不能保证这个条件 所以不能保证这三个节能都对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因为它牵扯到了我们拉格朗日终止定理的条件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3.10 证明不等式 阿克泰尼的B减阿克泰尼的A 绝对值小于等于B减A 怎么证呢 首先我们注意 这个不等式里边 这阿克泰尼的B减阿克泰尼的A 这不就是同一个函数在两点函数值的差吗 诶 我们拉格朗日终止定理不是也可以写成FB减谁啊 FA就等于F一片克C乘上谁啊 B减A 左边就是F在两点函数值的差呀 所以我们在这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F就等于谁啊 阿克的贪金体的X我们对这个阿克的贪金体用一下拉格朗日终止定理 那么根据拉格朗日终止定理FB那就是阿克的贪金体的B减去谁啊 减去阿克的贪金体的A就等于F一片克C 我们知道阿克的贪金体球导数是1加X方分之一 所以这个F一片克C它就是1加上克C方分之一 然后再乘上一个谁 B减A 好了 人家要正的是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两边一起绝对值 两边一起绝对值以后 大家知道这个1加克C方分之一的绝对值 显然是不超过1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两边一起绝对值 我们马上就得到阿克贪金体B减阿克贪金体的A 这个绝对值一定不超过谁啊 B减A的绝对值 因为前面这个系数 1加克C方分之一绝对值不超过1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用拉格朗日终止定理 证明函数不等式 但是这种不等式的特点很明显 就是它出现了同一个函数在两点上函数值的差 那我想大家马上回联想起来 这有很多不等式可以用它证 比如说 赛因B减赛因A的绝对值一定不超过谁啊 B减A 是不是也应该是用拉格朗日终止定理 很快可以证出来 拉格朗日终止定理还可以用来证明 函数不等式 好 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这段问题 3.11 要证明当x大于等于1的时候 r可参加点x减二分之一 r可cos1加x方分之2x 这个等于四分之π 实际上就是要证明 在这个范围之内 f很等于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如何证呢 是让我们过去知道 在一个区间AB上 那么如果一个函数 它很等于常数 在一个区间AB上 如果函数很等于常数 那马上就可以得到 它在这个区间上的倒数就很等于0 那反过来 如果在一个区间上一个函数倒数很等于0 它是不是一定等于常数呢 实际上我们在有了拉格朗日终止定理的时候 我们就证明了一个结论 那么在一个区间上 如果一个函数倒数很等于0 那这个函数就很等于常数 所以我们要证明这个等式 就是证明左边这个函数很等于常数 所以就用到关于拉格朗日终止定理里边一个推问 倒数如果横等于0 函数就是常数 所以我们思路就有了 那么在这呢 我们把左边这个函数认作F 为了证明它是常数 我们只要证明它的倒数横等于0 我们把它拿来求一下倒数 作为这个阿克弹晶体求倒数 1加X分分之1 二分之1不动 阿克扩塞 那么阿克扩塞求倒数 这个地方应该有个负号 然后是根号 这个把它求一下整理一下 这个具体算的过程 我们不在这算了 那么把这个阿克扩塞倒数求一下 算一下的话 最后发现 那它这个倒数是等于0的 倒数等于0 我们就知道它应该很等于常数 怎么证明等于四分之半呢 那我们看一个具体点 带进去如果等于四分之半 那所有地方都等于四分之半 作为原来这个函数在这个范围之内呢 它是连续的 所以这个F在这个上应该是个常数 那这个时候呢 哪一点好算呢 1这一点 因为把1带进去的话 大家看阿克扩塞进去的1 那么阿克扩塞进去的1就等于四分之半 如果把1带进去的话 这个地方是1加1上面是2 阿克扩塞影的1 那这应该等于谁 0 所以这个F1等于四分之半 由于它很等于常数 那所以这个F在各点值都一样 都等于F1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很等于四分之半 那么这也是跟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有关的一类题目 就是证明一个函数很等于常数 那就是用拉格朗日中值定理的一个推论 斗数很等于0的函数 它一定很等于常数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3.11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3.12 3.12是2014年数学2的一道考题 它说Fx等于阿克扩塞进去x 那说如果Fx等于x乘上F一匹可c 那么算这个可c平方除x平方 到x去向0的时候的极限 那我们来看 这个是F等于阿克扩塞进去 那这个Fx等于xF一匹可c 这个式子从哪来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 这个F的0等于谁啊 它是等于0的 所以你左边这个Fx 实际上也就等于谁啊 Fx减去谁 F0 诶 这不是两点函数值的差吗 根据拉格朗日中值定理 它是不是就等于F一匹的可c 乘上谁啊 x 原来这个式子 实际上是对Fx在0x这个区间上 用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得到的 那所以这个可c点 就是拉格朗日中值定理的一个中值点 它是加在谁啊 0和x之间的 那所以x去向0 可c是去向0 它现在问你 这个可c平方 除x平方极限等于谁 实际上这是关于 微分中值定理的中值点的极限的问题 好 这个问题清楚了 但是如何求这个极限的 那么当然是要借助于这个式子 但是也要借助于F F本身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去 看这个式子是谁 F就是谁啊 F就是R可太阵体X 它就等于谁啊 X乘上F一辟可c F等于R可太阵体 F一辟 1加X方分之一 所以这个F一辟可c呢 那就是1加上可c平方分之一 这就是把这个式子具体化 那么得到这个后 人家让我们求这个极限 所以我们从这个式子 是不是可以把可c方 先给它表示出来 怎么表示出来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 从这个式子 我可以得到1加可c方 应该等于谁啊 等于R可太阵体X分之X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可c的平方就等于它解一 那么它解一 右端解个一 实际上也就是R可太阵体的X 上面是X减去线R可太阵体的X 这就是可c方 但是人家让我们求的是谁啊 可c方除以X平方的极限 那所以呢 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求这个极限 那就是它除以X平方 那就是这个地方再除一个X平方 实际上我们算这个极限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这个极限如何来求呢 实际上关键还是求右端 这样一个式子的极限 所以呢 我们具体呢 就是我们要算这个X去下0的时候 可c方除以X方 那实际上也就是算 那实际上也就是算右端X去下0的时候 凤子是X减R可太阵体 凤母是X平方R可太阵体 这显然是个0比0 用什么方法呢 那我们来看凤母这个R可太阵体 等价于谁啊 X 所以X去下0的时候 这个凤母呢 这地方呢 是等价于X立方 凤子呢 我们在高峰倒学的时候 前面讲过一个结论 首先我们讲了一个结论 就是tanx减X等价于谁 三分之X立方 那么三分之X立方 那么跟R可太阵体有关的结论是谁啊 把这个tanx换X X换谁啊 R可太阵体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它应该等价于三分之X立方 那么这个时候 马上就可以得到 这个极限等于谁啊 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题就做完了 那么最后的答案呢 正确的答案就应该是谁啊 这个D 就是三分之一 所以注意 这也是代表一种提醒 是有关系啊 微分中值电力的中值的极限 通过这个题目 我们可以看出 微分中值电力求中值的极限 往往是先利用中值电力 把那个中值 然后用F 用X呢 把它表示出来 然后求极限 所以它也代表 它也代表跟拉格朗日中值电力有关的一类问题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3.13 求下列极限 好 我们来看 X区下列极限 减EX 除以赛银减X 这极限怎么求 那首先判别类型 X区下列极限 这是一个0比0 那当然有很多种方法 诺贝塔法则肯定能做 当然也有同学想到 诶 E解E 那这个呢 可以用等价代换啊 提一个EX等等 但实际上大家看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E赛银解EX 这个是赛银 这个是X 这不是也是赛银 这不是也是X吗 哦 原来这是谁 这不是就是FX等于EX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那个FB减FA除以B减A 只不过B是赛银X 我们的A是X 所以这个呢 最简单的方法是谁 拉格朗日中之间 那实际上我们是对EX在哪里用 是在X和赛银X之间用 那它等于F1别可C 所以等于E可C 可C在哪里 X和赛银之间 那么X7下0的时候 X和赛银都7下0 可C就7下0 所以这个极限就等于E的0字方 它就等于谁啊 1 所以这种极限 就是用拉格朗日中之定理 比其他的方法都来得简单 至于这种题目的特点是什么 就它出现了同一个函数在两点上函数值的X 这就是这种题目的特点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像这个N平方 然后这个极限 这个极限怎么求 前面是趋向于无穷 那么这是E的N分之一次方 极限是E的0次方 这是1 那么后面呢 也是1 1减10 是个零成无穷大 如果我们说把N方搬下来 那你想用什么 诺贝塔 你回去试试 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题呢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大家注意 这实际上呢 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就是N去向于无穷 这是N平方 那么这个E的N分之一次方 可以E开N方 就是E的N分之一次方 那后面这个呢 E开N加一次方 那实际上 就是E的N加一次方分之一 诶 那这不是就是E在两点上 函数值的差吗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 拉格朗日中指定的呀 所以我们在这里放 N去向于无穷 前面N平方不动 FB解FA等于F1比克C 那么F1比克C 就是E克C 乘上谁呀 B解A B就是N分之一 减去是N加一分之一 这是用了拉格朗日中指定理 好 这个克C在哪里呢 克C应该在N分之一 和N加一分之一之间 当N去向无穷的时候 那两个都去向零 那这个克C就去向零 那所以这个E克C的极限 就等于E的零次方 E它是整个是这个因子 这个可以先算出来 那么最后剩下谁求极限呢 N去向于无穷 N分之一减N加一分之一 大家知道这两个一结以后 等于N乘谁呀 N加一分之一 但是前面还有一个谁 N平方 这个极限算出来了 那么此时大家看 上下消掉一个N N加一分之N N去向无穷 这个极限等于1 所以你看 这样的问题 用拉格朗日中指定理 也是非常方便 但是它的特点 仍然是出现 同一个函数 在两点上函数值的差 好 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我们脚印上 举的赛影根号 x加1-赛影根号 那过去有的书上 用核差化级 实际上我们高分导旋的时候 我们讲了 这也应该用拉格朗日中指定理 那还有呢 这个具体过程 我们不再去看了 这个cos也根号x加1-cos也根号n n取消无穷 也应该是拉格朗日中指定理 还有像这个n平方 安克泰年底N分之一 减安克泰年底N加一分之一 这也是典型的拉格朗日中指定理 的题目 因为你看 你一用以后 这是n平方 那么这是阿克泰年底 在两点函数值的差 就等于F1-cos 阿克泰年底秋导数在cos内 值等于谁 1加上cos平方分之一 然后再乘上谁 B解A 那就是n分之A 减去谁 减去一个n加1分之A 好了 这个cos加在谁 n分之A和n加1分之A之间 n加1分之A之间 那两个都取消零 可c取消零 可c取消零 这个极限一个等于1 那最后剩下一个谁 A提走 这是不是又出现 n分之1减n加1分之1 那那一减以后呢 又等于n乘n加1分之1 但是这个前面 还有个n平方 拿到这个地方来 马上就可以得到 这个极限等于谁 A 这才是做这个题 简单异性的方法 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这一堆极限 是不是都是用 哪个党日中值定理 比较方便 注意 它们共同的特点 都是出现同一个函数 在两点上函数值的差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这种极限题目的时候 如果看到同一个函数 在两点上函数值的差的时候 那么这一类极限问题呢 我们都可以考虑 用谁啊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 它给我们会带来很多方便之处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三点13